今天您不能不知道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您最常听到的菜市场名是什么呢 连霸好几年的雅婷这次被挤出了榜单之外 究竟是哪一个名字把雅婷挤掉了呢 最近人类银行在IG粉专上发文盘点 男生跟女生的菜市场名前八名 结果这个贴文曝光之话真的是让大家想不到 脸书搜寻雅婷冒出各种相认社团 可见这个名字在台湾有多夯 难怪连霸菜市场名好几年 不过现在排行榜大班封 第一名菜市场名换人当 怡真 怡真 她就叫怡真 我叫怡真 蛮菜市场的 就是学校蛮多人都叫怡真 所以广播的时候你就会不知道 那个在叫谁 怡真啦 怡真 怡真跟雅婷 我们班有两个 你知道什么是新鱼吗 因为我遇到很多 踢腿的 都是新鱼 真的不夸张 在路上随便抓 真的有不少人的名字就叫怡真 难怪踢馆成功 荣登近几年菜市场名之冠 根据人力银行统计 在女生名字排行榜中 前三名就包括新鱼 诗寒 而每年都少不了的怡君 也有几进榜单中 那男生呢 哪些名字也上榜你猜到了吗 冠语啊 冠语还是很多 伯瀚 伯瀚很多 五六个有吧 建宏 艳婷 还有陈恩 排名前三 还有字里面有博的 有冠的 有汉的 也都超级行 代一代对于这个名字 对于这些文字 年代不同 他们的思维 每个年轻人的思维 应该会不一样 你的名字又出现在排行榜里吗 管他是不是蔡奇阿娘自己喜欢 最终要见台北 综合报道